书接上回,咱们接说这一段雍正欠侠图 上回书给您说到太平侠质量 拒绝了宜州府种申董买他这口宝刀这个要求 那么这个消息带回到宜州府衙 把这个知府的儿子叫金玉气坏了 可就和他的教师爷秋亭秋二虎设计一条毒计 由死牢里头找了一个死秋犯 这个人叫一把火齐战魁身上背着巨案 一案十三个人 那十二个人全在逃就他乐亡 那么他说谁是谁 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 那么让老头找这七蛋魁交给他 说你想死想活 想死那甭说了 你身上这个案 够死八回的 想活 有法子 咬人 咬谁 咬一周浮以东十八里沃龙坡的侠客之谅 那么要真正 是江湖上的豪横的人物 有头有脸 有字后 够个英雄人物 那不干这事 别看身犯重罪 身陷在灵雨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 不在乎 不含糊 绝咬不出同党来 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人做的 从我一人说吧 全我干的 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 这叫一力成当 那么肯定要 你要让我咬这个无辜的人 这个人本来没事 要让我把他咬出来 更不疼了 那不是害人吗 但是这个一把火 齐战魁 是个无知之徒 说白了吧 这个贼眼毛贼鼠辈 不怎么样 没有人格 没有尊严 也没多的气性 就答应了 那么当然 这一答应 也不是很简单 说是三言两语就完了 这个老头 得交给他 告诉你 十八里 沃龙坡 这个质家 都有什么人 尤其提到这个太平侠质量 姓什么 叫什么 什么模样 什么长相 大概多的年龄 什么脾气 什么秉性 使什么兵人 家里大概都有什么人 他们家有几间房子 你得说的对 这才能说真了 说完了不算完 还要模拟一下到大堂上头 官老爷审你时候 这个庭审的现场 干嘛模拟这个 大概老爷要问什么 得预言预言 别说漏了 别说岔了 尤其 单等那个质量到膀上 要跟你置对的时候 你怎么说 也挺费事的 这个一把火 齐战朋友没有文化 好不容易 背熟了 还算得零 都训练好了 这儿是太爷升大堂 那么太爷姓金 叫金志美 是耶稣府的知府 捐班出身 那么他的儿子金玉 叫布学乌术 他也知道他儿子不怎么样 但是他没办法 就得惯着 头一二说 那一公里一小子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他自己啊 也很惯着孩子 另外呢 他这老婆他惹不起 他巨泪 他的老婆姓王 家里面今儿五个 这王太太最小 这今儿五个叫 王家乌虎 姓妹五个叫 王家乌虎 这个金夫人呢 是最小的一个 五年 在家做姑娘的时候 就是退魂 蛮横无礼 那么嫁了 这个金志美之后 头一个生的姑娘 这还好 但二姨他说 生这小的 他可逮得里了 给你们家生儿子了 了不得了 那更亡道了 所以把这金志美 金老爷下的一溜大跟头 您别想在外边 作威作福 他和好了不起 家里头 就怕这太太 那么打小 这金玉就知道 有个事 别跟他爸爸说 跟他爸爸说呀 就碰了 哎 你要是跟老太太说 老太太那点头要应了 那就算成了 所以有什么事 都跟妈说 包括这回 要讹人家 太平侠这口宝刀 也得跟老太太说 秋二虎把这个坏主意出完了 金玉可就找娘来了 跟着夫人面前 这么一哭一闹 老太太疼儿子呀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没有一口 趁手的宝兵人 什么宝兵人 我差这么一口宝刀 我就称侠客了 我师父说了 是侠客都得有一口宝刀 老太太不懂啊 买呀 什么宝刀宝剑的 有行事就行啊 你说多少钱 你爸爸这有啊 你爸爸官奉虽然有限 但是其他方面的收入和副业还是有的 我爸爸都有什么副业 那你就甭打听了 把你爸爸要来钱的当 多少钱买 妈给拿钱 妈爷 这您就不懂了 这个宝刀 不是说买就能买来的 也不是谁都有 可这这么大的一周府 只有一人有一口宝刀 谁呀 这人姓志叫志量六十多了 六十多他要他有什么用啊 他都六十好几了 他还要宝刀干嘛 他为啥不给我儿子呢 我找他买他不卖给我 这就是差不多对了 你要说我儿子要你的 你疼这口刀 你不给 我儿子花钱买都不给 都不卖 那你这不成心吗 这不耽误我儿子吗 他不说他的理 人家的东西 人乐意卖卖你 不乐意卖人平常卖你 他不这么认为 那你说儿子怎么办呢 怎么办呀 你有一主意 这主意损点 我要跟我爸爸一提 我爸爸准不干 故而我先跟娘您商量商量 甭商量行 您什么主意 什么主意都行 你甭管了 你跟我说 我转告你爸爸也行 我同着你去 当着我的面 你跟你爸爸说也行 我别跟我爸爸说了 我还告诉您吧 您跟我爸爸说得了 这中间有些事啊 要说不清楚 有些细节 我也弄不清楚 让我爸直接问 求二虎得了 行 你甭管了 夫人还真恨 那蛮不讲理啊 直接 让人上头了 把老爷交内宅 您别瞧 金志美 捐班出身 财学有限 那混的衣服的支服 也不含糊 他也得办公啊 也得有点正文啊 那头里也好多事情 等他处理呢 可这一天上班呢 消停不了 为什么 太太三分钟一叫 五分钟一喊 超不过一刻钟去 就得进内宅一回 什么事都找他 而且没正视 他刚坐这儿 还没坐稳呢 又喊 金志美 赶紧叮叮的 往后跑 到后头 您什么事 请示请示吧 跟你说 我儿子要一口宝刀 我儿子得称侠客 好 应该 您打这儿就是侠客的妈了 有人卖吗 有人卖 拿钱买去 不成 可这一周府 这么大地方 就有一位有宝刀的 还供卖给 谁呀 有个叫太平侠质量 金志美还真不知道 怎么样呢 你把这儿押起来 你是一周府的知府 整个一周府都归你管 你说了算 你说吧 金志美一听 为一口宝刀就抓人 这愚猎不合 哦 这干嘛 夺的岁数 我不管他干嘛 我也不管他夺的岁数 他有这口刀不卖给我儿子 他就不对了 你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 派人搜他的补 把宝刀拿了来 教我儿子 剩下我不管 金志美一听 你说的够多轻松 我怎么着 为难呀 办得了办不了 办办办 办是办得了 我得琢磨琢磨怎么办 我不管你怎么办 我告诉你 我儿子那等信 不过我儿子 叫说这么句话 具体的这怎么办 秋二虎有主意 你找秋二虎问去 金志美一听 倒霉到这秋二虎身上了 缝了 这搜罗一塌出的 自从这秋二虎进了府 我这儿子对于秋二虎 是言听计从 来来 叫秋庭 秋庭秋二虎 购奔内堂 见着金志美 派人 秋教师 我花钱把你聘的家来 是教我儿子能的 不是让你教坏 我发现了 自从我们这孩子 跟你小就没小来好 太爷真正可冤枉我了 虽然我的能力有限 但我敢说 在少爷面前 一步俩脚印 绝对 咱们没有说 往斜的歪的上 带这个 小兄弟 没有 他确实啊 他现在有为难的事 不错 这主意也是我给出的 但这太平侠质量 也太难点了 原先一开始 我没打他要的 这口刀 我们的意思呢 他当个侠客之名 总是有真实的本领 那我们要严实聘教 把贪给请到咱们府上来 让少爷呢 在他面前用用功 这不是因礼而遇吗 而代之吗 哎 不解 端着 不给这面 不给这面就完了 那些个不中听的话 不应当说 他说了 他说这个少爷 是支付牙的少爷 养当就是他爸爸 势力 他爸爸谁 不叫您老人家吗 说自从您老人家到院上 就没有什么样的好作为 鱼肉相比 说您是赃官 这话谁说的 质量说的 质量说你这干嘛呢 我小您瞧啊 就甭瞧了 他说我可没听见 你这可点着鼻子尖说呀 还拿手指指点点鼻鼻哗哗的 你不要紧的 他真说来的 哦 那么又该如何呢 哎 咱们几次三番的 找他 他不给这面 那没法子 反正我们得竹叶损点 还错非您 您要不远 这事还真办不了 你说我听听 太爷您需要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老李吧 这事 我交的老头都办好了 已然交好的齐弹奎 就明天您躺上一审就行了 您咋们这金志伟 赃官呢 他还拿害人当回事吗 草菅人命不在话下呀 就这么办 和着李的外头 李英外合上下通气 这个质量多倒霉 在不知名的情况下 已然遭了官司了 那当然还有一份做作 次日清晨 金志美 坐堂 牙以三班 贺罕堂 为老爷生堂 假的三道的吧 一落公事拿上来 问失业今天都有什么事情 失业减不要紧的事情 说这么三桩两桩一一打 全开付完了 这有一宗人命案 明火之杖 盗抢 还有人命 血洗人家满门 一十三名凶犯 十二名带逃 一名落网 这个人叫一把火七战魁 那么现在苦主 人家来闹嘞 太爷呢 还有名端 可是那十二名 同案犯 就着落在他一个人身上 据学生 我想 一定是有窝主了 这话都点到 金志美 假模作样子 手点缠人 微微点头 嗯 不错 好 有死囚牢里边 带七战魁 要快班下去 跟上造班 由大牢里边往外踢人 造班 由牢里边 把一把火七战魁踢出来 七战魁 吃重贩 撒三大劲 连城代价 吸了哗啦 带到旁口 对呀 扑通往这儿 这么一跪 说是 罪名 齐战魁 与老父母 建立 齐战魁 某年某月某日 在哪哪哪哪哪哪哪 犯下什么什么罪名 可有你 不错 有我 可还有同案犯之人 没有 都从我医生说 要的是这光光镜 瞧着嚎嚎 哦 你打亮的铁嘴坑牙 拒不着成就能够扛过去吗 你要知道 那十二个人弃女不顾 罪是你一人受 钱呢 你一分没分着 他们都拿走了 拿去也不过就是挥霍而已 许给你的那些个 全都兑现不了了 你一个人在这 招也罢不招也罢 最后 是秋死欲终 说你没招成 我就把你宰了 那算我冤枉你 但放是放不了了 你死刑罢 老跟这关着吧 说现在话 无期 他们在外边 啊 法外逍遥了 那么你 为什么要替他卖命 更何况 太爷我这是有法度的地方 再三再次 不肯招成 我可要动刑 不动大刑 叫量而不招 所有者 大刑伺候 这可就是假的了 把这些个打人的家伙 稀里哗啦 当堂的秘中 造官的过来 贺散堂位 招招招招招一下子 齐战魁 老头已经 组不好了 不能把伤救招 齐战魁无招 好 折去 打 太爷也知道 这头一打 不能打中了 这一下牵的打中了 真该打坏了 他又 翻口功了 二十 二十板子 劈啪一打 你看一般人 二十板子 招了 扛不住 这二十板子 齐战魁呢 也扛不住 但老头说 这二十板子 不白挨 挨一板 有一板钱 能活命 咬的牙 把这二十板 挨不住 扯上 带上来 把大人这块 黑红板 脑袋一拖 太爷宴行 太爷白瞅 扫拔往旁边一担 把齐战魁往上一担 终于都不给提上 让大人得宴行 大人故意的 拿袍袖一当脸 那意思不忍看 贺问齐战魁 有招无招 齐战魁一咬牙 无招 来 火烙 啪啪 火烙就在手里边一拿 齐战魁有招 让谁瞧是挺行不过 像挨二十板子 不是说上来就 就招啊 不能假出来了 这得一番作戏 那 这是何苦来 非得动一飞行 你打量的老爷 我乐意动行吗 当堂撤行 招 呃 齐战魁 太阅忠兵 说大一行人 十三个 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就认得一窝鲁 就在 一州城 以东 十八里 沃龙坡 有个质量 这质量是头 全是单线联系 所有人都是他一人找来的 我们抢完东西 连杀人的凶器 连杀人的凶器 带这个捷夺来的财宝 全都送到他家 上员都跑了 就我一人 让您给抓住了 这是一往实情 绝无攀扯好人 太爷一听 一派的胡言 想那质量 人称太平侠 他能够伙同 你们这帮江阳大盗 干这件事情 分明是你 是新风 胡说八道 丧尽天良之徒 环药逃打 他也别打 我说的真是实话 不对 你要说实话 你能说出来 这质量姓什么 叫什么字 什么住在哪 长什么模样 他家怎么情况 都有什么人 你能说上来吗 您总总的在监牢里边 被这滚瓜乱熟了 提前都预言好了 这完全都是按照 既定的这个方针实行的 那能说不上来吗 假装着急 哎呀太爷您要问啊 质量是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一回事 把质量的所有的自然情况 全说了 这个话一说 旁边 红明大班头尹化南 不由倒抽一口凉气 这一把火气战回 怎么把太平发质也给咬出来 坏 尹化南一瞧 我得逐一出波了 我本来 给少爷出主意 我让金玉 跟这个秋二虎说 让他带着甲子甲溜 拍门找智爷去 智爷非逮不成 我就把他们仨借刀杀人就除了 秋二虎自己不敢去 在狗少面前搬弄是非 现在买到无粮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 大汤之上把智爷给咬出来了 这我可没想到太狠了 哎呦 尹化南这瞳 想着呢 太爷叫他 搬头 银头找你 太爷 下一声伺候太爷 听见了吗 当堂 齐弹奎一人 咬出来 质量 他是劫暗 为首之人 那么你现在多带人手 勾奔 沃龙坡 不要放走 波主元凶 太平侠质量 他们家人 一个都别胜 全抓了 为什么 广抓这不成 他家里人把金银财宝全转移了 当时封他的门 抄他的家 追这个脏 搬头一句话 男一听 太爷 怎么 这个太平侠之量 竟然担着一个匣子 想 不会行出如此行为吧 更何况 他有九旬老母在堂 为人至孝 带他的满门 我看这老太太就别带了吧 好 印班头 你何之量 沾亲 不沾亲 带故 不带故 一不沾亲 二不带故 难道你跟他有什么别的瓜葛不成吗 并无半点瓜葛 为何替他分辨 下一不敢 尽力去办 当谁出签票 你替他说什么话 这点事谁不明白 大堂上站的上伤下下 叫沆瀣一气 知道胡说八道 我也知道胡说八道 大伙都知道胡说八道 太平侠之量不是这种人 就得当这种人办 抄的都满门 九十岁老太太也得给我带来 这怎么办 印头领签票 带着众弟兄 勾奔班房 大家伙伸手 墙上摘家伙 单刀铁齿 锁链 吸了哗啦 拿在手中 印头走吧 什么差事 拿人 拿谁 沃隆坡 拿质量 都是不去 疯啦 太平侠之量能拿吗 犯没犯法 搁一边 真犯了法了 就凭咱们这些人去 印头 您咋咋咋咋咋 行不行啊 行不行也得去 火签火票 现在我手啊 而且不是拿的一人 满门大小 全拿上多带人呢 两班 一班二十人 四十人都跟我走 火 拿一质量 去四十人 那也不一定拿得住啊 印头 到那去 这质量要不让拿 怎么办呢 不让拿就对了 不让拿 他能跑啊 咱拿人老太太 那没法子 那就先让一步吧 最好这质量不在家 跑了是最好 那咱到那 瞧一步 说一步吧 走吧 每回你说拿人的 雷厉风行 尤其这些话呢 可以有两下子 半岸 从来不拖泥带水 手底下 这个弟兄 跟着他这些年 也都训练有素 全都很有经验的 今儿个波及 今儿孙 衙门这班房出来 全都蹭棱子 三不易回头 五不易回首 匆匆滑滑 稀稀拉拉 撒一圈俩一伙 瞎溜的 撒中头 还没出城呢 半岸 还有俩上搜索的 有俩闹肚子的 有一个奔医院 开黄连肃去了 任华南一瞧 跟自己都一心情 谁也不愿意 上自己拿人去 那十八里也有个道 头晒子 到十八里 窝隆坡了 一看志愿家门口 火牵火票 在手里拿着 先把刀摘了 任华南一琢磨 我别拿刀进去 我拿刀进去 志愿一瞧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急了再给我一刀 我白饶一命 跟我近点点 把人都吓了 你们拿着绳子 遇不捆人 又是 别看四十人 没敢包围质体 都在门口站 街坊邻居可吓坏 您怎么四十多工人 都带着家伙 门口这一句 多吓人 街坊邻居全瞧着 远远笑着不知声势 互相打听 这这就怎么了 哎真的还瞧不出来吗 这不是府里的班头 大班头 尹班头 啊 这不带着人 请 追上来的 请 请人得吹吹打打 啊 要不花红大叫 要么高头大马 再说怎么还带着家伙 这都 这瞧不出来 人瞧着 啪啪啪一打门 这就留老家人呢 挺慢 把门打开了 谁啊 啊 府里头的班头 破 来过呀 知道啊 尹班头您又来了 哈哈哈哈 你们侠个在家呢吗 在家呢 老太太呢 老太太也在家呢 哦 来 您出来 我跟您说句话 您院子里说吧 不 有两句话 问问您 哎 老头没房呗 老家人卖门槛出来了 引头一奴子 捆 过了俩人 一个你老家人 老家人一瞧干什么 不是真撅过去捆 那好 一会智爷玩命啊 您别 您别赠位 行不行 您呐 跟您说 治疾犯事了 跟您没关系 您不治疾下人吗 看见吗 这有根带的 也不真捆 往您脖子一块 把您那俩胳膊拢了点 哎 这就算酸了 您只要不正为不跑 没事 这怎么意思 哈哈哈哈 您别瞅老家人 家族是侠和哪 受过这个呀 那也架不住 这个如狼似虎的官人啊 把老头给绑了 你腾一肚子跟我进来 吸了呼噜 沉进院子 你看这屋 冒烟正做完呢 那甭问这是厨房 嗯 进去四个人把厨子捆了 哈哈哈哈 一端菜的丫头 一老妈子 专门刺务老太太 养他们给看起来了 这就也没多少人 一共就这么四五个人 全看起来 智悦干嘛呢 智悦陪老太太正说话 感情前些日子呀 上这龙王庙 还愿去 替人家帮厂子 比武这样子事情 智悦回来就没敢说 你说智悦都多大岁数了 这么大匣子 跟老太太说一下话吗 不是孝子吗 哎 就因为孝子 这话不敢跟老太太说 怕老太太生气 当然老太太得问 为什么奉母命烧香还原 老太太本来 就有点担心 担心人们回来得晚呢 哎 别看哥四个回来 道上捡老太太顺口 还给带点吃的 那老太太也不乐意呀 老太太趁着 怎么回来那么晚呢 哎 这个今天那好玩的事情多 我们多逛逛 这我妈捡软活的 点心给您带回两院来 老太太很高兴 庙上都有什么反应啊 跟我说说 我也新鲜新鲜 和您老人家都九十了 什么没看过呀 啊 什么叫这个 高桥啊 花鼓啊 秧根啊 小车会啊 龙灯啊 等等啪啪啪 跟老太太的秘书 简有意思 跟老太太说吧 逗得老太太是哈哈大笑 倒把个太平侠质量 做一般一赖子 而四孝啊 有个老赖子 哎 班医孝母 班医怎么回事 穿花衣上 哎 这一块那一块 就跟我们那个 眼双黄的意思似的 那么小便 带上 您可听明白了 赖子多大了 八十多了 父母双全都过一百了 为了博 父母一孝 老赖子八十多 穿上花衣上 带上小便 学这个小孩 哎 我们双黄 有这么一双黄 一上台 脸上抹大白 头上大小半 好像大婴孩 哎 就有这么一段 大概就是这个老赖子 所传 可能是啊 我这么想着 就把小时候 他在父母面前的 说的那个话 做的那个游戏 带给老太儿老太太 来一遍 那么赖子的父母 看见这个能不高兴吗 逗得老头老太的 哈哈一笑 你看这二十四孝 不是都是小孩 哎 咱这个都是过去 给小孩说 但我觉得这现在 还有现实意义 真的 这个咱们得学 现在提这叫什么 叫常回家看看 其实就这意思 那不用干什么 您就回去 在父母面前 多聊会儿天 逗他们一乐 哎 这父母高兴 当然二十四孝 有的也不能说啊 我还是这理论啊 二十四孝 有一半 现在我看都不能提倡 也有于中于孝 包括卧冰求礼 我老提这个 冰面上趴着 大不得病 想熬鱼汤喝 大别馋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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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翔熟九龙冬奔河样 那河疯着呢 脱光的一让我冰面上一趴 齿半的冰就雾化了 哈哈 违反科学 哈哈 那小学校 中学校让我去讲科技 讲道德模范 我就说这 我说同学们 我说我讲这故事 大伙得分析着听 别回我讲完了 王老师讲完 那二十四孝了 孩子们一出门 都奔护成河了 哈哈 哈哈 我哪担得起这责任啊 这还不错呢 握冰求礼 这还 你这分析着听 主要是学习的精神 是不是 就尽量满足父母的要求 咱得辩证着听 太平侠之量就跟老赖子一样 因为老太太就识了 学一班级之赖子 啊 打这说 老太太问完没敢说实话 倒霉了 有串门的 他不在家 说我这这哥俩 老上老太太这来 老太太呢 拿这我这哥俩 就当亲儿子 是无话不谈 老太太呢 可就埋怨这哥俩 说自从那天 逛妙之后 你们俩就没怎么来 可不是吗 哎呀 我们那天呀 也回去晚点 这两天有点别的事情 那天 跟你大哥 你们都干嘛来了 我这哥俩不知道 太平侠之量没说呀 他们俩 没心眼 跟老太太小说 那天货怎么帮的厂子 怎么比的舞 怎么跟这个 知府衙的教师 秋二爷动的手 啪那一推 就把他拽住了 我们虽然不懂舞 反正是 知的哥赢了 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把知亮活着来 知亮一进门一瞧 老太太就不对 为什么老太生气了 哈哈 知亮你这个跟娘我撒谎 说瞎话 说瞎话不说 你外头你怎么惹这个祸呀 知亮心了话说 我这这哥俩嘴欠 你跟老太说这干嘛呀 嗨 亮您别生气 您别生气 都怨我不对了 那么你打这以后 少出门 不要在外边惹是非 别看你是个狭狭 总是奉空守法 安善良民 那个致富牙 是咱们兜的的吗 老太太紧着数了 知亮 知亮当然不敢还言 唯唯诺诺 唯母命而视听 真得说足不出户 说那么大起牙 可他不闷得哼 也闷得哼啊 哎 瞧着老太太吃完赏务饭 老太太 忍一五价 这公伙 知亮出去转个弯 可不敢等老太太醒了再回来 得等老太太没醒 就已经提醒回来了 还得嘱咐家人 老太太要问我 就说我也睡中午觉 老太太听着高兴 这叫穷忍着腹奈着 睡不着咪着 老太太睡醒 上午觉 一问那个质量呢 在那屋歇着呢 他也睡中午觉 睡中午觉 说一会儿过来给您请安来 甭吵他 甭吵他 哎 你这回有事没有 老妈说这回我没事 啊 问厨师傅这回 厨师傅这回也没事 刚三天多钟 来不咱俩逗会地主 来 陪老太太说胡 来会儿 哎 知亮那屋没睡觉 看书 哎忍着 中点差不多了 甲专睡醒了 到屋给老太太请安 您怎么呀 您歇的挺好 挺好啊 您也睡醒了 哎睡醒了 没外部转门去 外部有什么意思不出去 哎 就是糊弄老太太 多的等老太太 晚上都吃完了 休息了 天也黑了 自己也吃完了 赐老太太入睡 没事了 哎 家里人也都休息了 这才在院子里头 打一趟拳 踢一趟腿 练练刀 活动活动筋骨 功夫不能料下 那么这儿 院子里捆人 隐化难带人 把志气下 人都拴了 这人在屋里 还不知道呢 跟老太太正聊天呢 可是该开饭了 这儿饭没送来啊 这传太太老妈子 出去没回来啊 老太太说 我饿了 你上厨房瞧瞧 今儿咱吃什么呀 今儿咱们 吃了一条面呢 他们说一会儿 给您端来啊 哎呀 是啊 那怎么还没端来啊 我这吃完早点 半天我这会儿都饿了 你瞧瞧这 哎呀 我瞧瞧 志亮跟老太太这儿 说两句话 站起身形 里外屋 挑连轮出来 到外间屋没出来 一看就不对 怎么院子里应人呢 全是轻衣大帽的官人 活 志亮卖不就出来了 一看 一拉六房眼底下 拴着好几个人 都是自己家的下人 这得看出侠客的身份 侠客不能咋唬 侠客屋里一条腰 怎么成拴了 这可没有 回屋伸手 拉道铺的就玩命 那成什么侠客了 老太太 好 一听那还不急 志亮一瞧 把自己家人都拴了 府里边这个帆头认的 叫尹华南 带着不少人 这儿冲自己来的 这亮相回头 瞧了瞧老太太那里屋 没言言 脉部 顺外屋到院子里头 把外屋门可就给带了 冲尹华南一摆手 那意思 跟我出去说去 尹华南也不言言 掉连往外就走 志也跟着可就出来了 到院门那儿 志也一排的肩板 尹华南一摆头 志下个 你 干什么 嗯 你 先把老妈子给放开 干什么 上厨房端一碗热汤面 给我老娘送屋里去 别的话先甭说 好 一地眼神 手下关神过去 把老妈子 这绳子给打开 其实捆的也不言 老妈子吓坏 直哆嗦 直连过了一百首 别害怕 哈哈 见着老太太 什么也别说 千万别带出来 哎 端一碗热汤面 给老太太送去 伺候老太太吃完 把空碗端出来 就说我这有点事情 哎 老妈子 稳住心神 给老太太送饭 这儿 至于二次问 尹化南 到底怎么回事 您看这个 一伸手火签火票 递在至业面前 太平家之量 伸手接签票一条 什么意思 太爷唐上下签票 让我拿您的全家 啊 拿我的全家 明知道 是知府衙 少爷金玉 三番五次 聘请于我 又想要我这口刀 我不给惹的货 而且我把他叫施打了 当面栽的他 知道是这事犯的 但就为这点事 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 下签票拿完 拿我就完了 还拿我的全家 我身犯何罪 现有一把火 七亮魁在大堂之上 把您老人家给招出来了 招出我做什么 说您是窝主元凶 这么这么这么一票 一把火 七亮魁何如人也 江阳大道 亡命之徒 素不相识 说的是 可是有一节 您这话跟我说没用 有什么礼 您堂上跟太爷讲 这侠口 咱可把丑话说的头了 签票上有您的名字 有老太的名字 何家大小一个不许胜 全带走 封您的门 抄您的家 我可没那么办 再有 真讲就动手 我隐化南带的这帮弟兄 全都白费 白给啊 谁过去伸手拿 那也拿不住 但是我们不为难您 您也别为难我 我们是当小差事 太爷的唐玉 哪个敢为 我们不得不来 这么着您看行不行 您进里头 见老太太把话讲明 我外边给雇车 雇好了车 咱把老太太请到车上 到堂口也不就是坐一会儿 把话讲完了 咱们还给老太太送回来 至于您吗 多少委屈点 我给您拿链子搭脖子上搭会儿 别看您这么大 侠客 可就顾不了颜面二字 您得跟我上衙门去一趟 当然了 您要一拨了脑袋说不成 我也不算您拒捕欧差 我也打不过您 带着人一走 到堂上 我把钱票交回太爷 太爷再派别人 跟我可就没关系了 这场案子怎么打 就是质爷您自己的事 说的话往前一气声压低的声音 质爷 解灵还须 细灵人 毛病出的哪 大概您心里也知道 我引话难 别的不能再说 把质爷气的 别看那么大 侠客那么大功夫 浑身颤抖 体子张康 手脸淫然 气得直哆嗦 好三观 带我好办 现在就跟你去 到堂上 说好了算 说不好 我先把这齐战魁弄死 人命案吗 我没人命案 那我弄一条人命案 我先落一纸本 给老太太带堂上 这也太难了 可是人家隐话难说 都是好啊 您看能行吗 你容我琢磨琢磨 我见着老太太 说说这事 好 我们这等您信 隐话难也不等 质爷说话一白手 跟进院子 这人吸了呼噜 全退出去了 真规矩 至于一条隐话 难是这样 不能拿人家怎么样 冲着被捆的老家人 等一白手 那意思 你们别害怕 一抬头一看 外屋门开 老那子 端着空管 往外走 老太太已经吃完了 自己这台 低头进屋 老太太一听脚不行 是质量吗 是我 你上屋来 挑里屋门帘 到里屋 你看老太太 已经歪着炕上了 吃完赏无法 没睡呢 这背后坐 老太太往这一歪 小炕多 这也没收拾呢 两碗面 自己吃一碗 那碗跟那搁着呢 你吃吧 我先别吃饭了 有点事 我跟您说 你说吧 来了几个官人 打算 带咱们母子上堂上去一趟 老太太 咱们前文叔叔说了 好凑热闹 老太太 适逢着庙会什么 都去年轻时候 哪都去 就爱凑热闹 一听说 有人带堂上去 老太太也没听清楚 听着带坛上去 在哪是 哪个坛 日坛 月坛 仙东坛 你拿北京来说 五坛八秒 都热闹极了 是不是 老太没听清楚 这大下午 咱干嘛去 不是坛上 堂上 过堂去 要 老太还九十了 别看四十大不糊涂啊 而且耳聪不明啊 听着挺清楚 过堂 过什么堂啊 咱们怎么着了 娘您别着急 他就这么点事情 有个小偷小摸的 叫什么 齐战魁的 他到堂上 把我给招出来了 这太爷也糊涂 非要带我上堂上对质 可把我带去呢 怕咱家有脏物 咱们家人都得跟着去 人家得封门 要在咱们家搜查搜查 啊 闭门家中作 祸从天上来 我九十了 年轻之时 我就守寡 不敢说教子有方 总是殉教你质量 人称俠客 敢多是心端履正 老身我病 没有点半点 亏负良心之所在啊 口丧官 这是听了何人之所言 下签票 拿我母子 真真真真 七七七一杀老身了 老太太急了 我这么大岁数 带着我上堂上 干嘛去 我转移脏物 我转移的了吗 就冲这一句 就不是人话呀 哈 知良 你对娘我 实话实说 他说的这些事情 你可做过吗 那能做过吗 娘您做不做吗 这我连认都不认的这人 他为什么要攀扯于你呢 嗯 我在外部行侠作义 总是也得罪一些小人 虽是谢小之辈 贼咬一口 入骨三孙 倒也难缠 你啊 这样 我随他们到堂上 不 老太太一白手 老太太那意思 我九十跟你到堂上 我看他们说什么 就冲我这岁数 就问你们一个哑口无言 咱们甭说别的 我们家什么脏物 哪样东西 我都说得上来 我们家的东西 都是我年轻的时候 就有的 在我手就七十多年了 他们家丢什么 有诗单 拿着诗单 上我们家队里 哪样是他们家东西丢的 有一样 我们认罪服法 没有 你们这叫 无良为道 说现代话 我反诉你 告谁 不是告那齐弹奎 他无知 他是亡命徒 混蛋 我不跟他去 我问你这 太爷怎么当的 老太的气劲还挺大 而啊 外边速被带步 质量一瞧 说不去都不成了 哎 这才 转身出来 就那么一转身 可了不得了 一煞之间 心血来潮 就觉得天旋 地转 自己有一种 不祥之欲侃 一回头 一瞧老太太 面色铁青 歪的这炕上 用手贴指 而你还不快气 只把个大英雄 太平侠之量 吓得捏呆呆发愣 爱慕热泪滚滚 就要夺旷而出 哎呀娘啊 您您您您 您老人家 还事不去的好 我先送您走 你一将老身 我送在哪里 为娘我哪里不去 定道堂上 与狗赃关 这对你 肃背带步 老太太急了 质量就觉得 浑身不自在 在娘面前 不敢哭 人类 这才转身行 往外走 你看 尹花南在门口呢 啊 太夫人 如何示下呀 你顾好车了 顾好车了 质量到门口一看 还真讲究 啊 尹花南不敢难为质量啊 小吃 给老太太预备的 挺好 车上都已经铺好了 您请太夫人吧 这才二次转身行 一看老太太自己 把衣裳都换完了 老太太在家 刚吃完饭 要歇着来 穿就随便呢 这把啊 出门会客 这身衣裳都穿好了 别看九十了 收拾的干净利索 老太太穿好衣裳 登好鞋 语言下抗了 下着这辆 赶紧去不上前 伸手相探 娘您您您 当真要去吗 走 老太太真横 这辆掺了出来 来到院里老太太 抬头一瞧 祸 为我母子真没少来人呢 老太太一瞧 院子里院子外头 站着四十多个官人 如临大敌 手里好些人 还盯着这家伙 哈 你们拿我一九十岁老婆 可真当回事 动了大阵仗了 老太太在一瞧 老家人们具备神捆锁把 这才下 台阶走到近前 说儿等受委屈了 老家人只掉眼泪 老太太 您这是干什么的 您何苦去呢 哎不 我到堂上 我问问他们 啊 呆不车辆在哪里 就在门外 穿老太太上车 质量不让别人动手 亲自把老太太抱上车 尹华南过来 侠客 您 呃 质量稍微沉 您 尹华南的意思 您带不带刑法呀 质量当然不愿意带 多寒淡 这么大侠客 尹华南呢 一看 质量纯淫 不敢强南 要不就算了吧 来走 老太太车里搭坏了 别忙 这位班头上兴 哎呦 太夫人 您这是遮杀小的 我姓尹 我叫尹华南 哦 尹头 尹班头 您在衙门做事也多年 在您面前可就不敢提了 公文也干了二十多年了 好 你要知道 既在公文站就是好修行 今日 您与老身 我预备下这一辆车辆 足见你是个好样的 可是有一截 他是元凶正犯 朝廷有王法 不能因为他坏了朝廷的王法 耽误了你的差事 你方才一问他 他这一摇脑子一瞪眼的意思 好像要不服法的意思 打老身 我这过不去 有什么样的刑法给他带上 就在车后边拉着走 老太子心的话 含着也不是含着我们兴致的 到那也含着你这当官的 让你瞧瞧你作为一州一方父母 怎么对待着一州的侠客 让一州老百姓瞧瞧 到会谁对谁不对 老太子别讲理去的 质量一听 您别动气 您说的是 印头 有什么行法 您给我带上点 那就委屈您了 这儿 一点手叫一位 说是锁链 花棱嘎边锁 得赶呢 轻轻的 清百福哥 您低点头 欠点声 欠点声 给志愿搭在这儿 这锁得往上推 不能推 一点一点往前 不勒得哄 不勒得哄 咱就要这儿了 嘎边一带 连钥匙都没下 就跟这搁着 就挂在这儿了 这也不能拉着走啊 后的拉着后的赶着 好 他得赶着 就是这链子自己捧着 这儿车老板 轰牲口 叫车一动 这爷卖一大步 在车后的跟着 他还得保着找老太太呢 这儿上所有的人 押着走 跟四十多人呢 总有闲人呢 尹化男 用手一指这大门 当开着明白 哗一下给他进来了 那意思干嘛 各屋贴封条 尹化男跟到院子里头来 把这两个 二十人一班 哎 把这俩头叫过来 过来过来 尹头 他是大班头 动人屋里头 一草一木 让我知道了 我也不打 我也不骂 我就告诉太平侠 都走了 最后留俩人 看着人家的东西 门口贴封条 在对面 喝茶 等着 多顿太爷这事 下了定论 怎么处理 再说 丢一针 一线 都冲你们俩而要 明白明白明白 从来没这样过 那抄家还有好的 那人走了 人都带走了 进门就 该摔着摔 该砸砸 拉抽着翻箱子 有什么值钱的 先往兜里 耶 拿着诗丹队 一看诗丹上 这写着 好比说 这是一金元宝 说金元宝都长一样 不仅人家丢这碟 又戳子 把这金元宝翻过来 跟诗丹上这一队 这行 这流 这是赃物 那金元宝没有 就揣兜里了 那还怎么着 顺手牵羊啊 今儿全没赶 大班头 引头又晃 各屋也没搜 也没找 轻达轻放 把门窗全关上 十字封条全贴好了 最后大门一带 稀里哗啦 嘎边一锁 钥匙下来 贴封条 贴完封条还不能走 为什么 怕有人进来 翻墙进来 丢东西算谁的 算我们的 对面找一茶馆 哥俩这一喝茶 瞅着这大门 得看着门 哥俩这俩看门都不说 单说引化难追轿车 这在街上一走 可了不得 宜州城的老百姓 没见过 好家伙 轿车 这当兵哪是压着 就是倒着呀 您再瞅太平压制量 后边 捧着这锁链 他也带气呀 卖大夫跟着轿车 有几个老家人 连男带女都拴着 在后边跟着 虽然说没 五花大榜 那也不好笑啊 他有一条 这怎么意思 这不匣子 怎么把匣子给拴了 拴匣子不要紧 怎么还要叫车呀 叫车是谁呀 质量的老伴 内宅 没有 质量没结婚 质量没媳妇 没孩子 家里就有一老太太 他们老太太 不都九十了吗 老太太九十了 老太太跟着干嘛 什么事 真有好事 远远跟着 越跟人越多 越跟人越多 十八里到床里 好 后边跟好几百人 质量还有点狠 老太太太在里面 先车链看 老太太太看高兴 对都跟着 尤其沃龙坡的 接近邻居 跟着 到那瞧 我怎么问他的 老太太动气了 到堂口口 不能直接上去 直接都给让子搬帆 质量顺吹上 把老太太抱下来 引花南投了引的 请太夫人搬帆坐 搬帆那椅子 有板凳吗 那不能给老太太坐呀 特意上师爷那屋 把师爷那大椅子 给搬来了 一垫给铺了溜子 怕把老太太给搁着 老太太往这一坐 质量在旁边站着 所有家人全带进来 引花南这种托付 都给瞧点 老太太要渴了 给水喝 要饿了 给点心 包括志霞和这几位 都给照顾到了 我上去交钱票 回太爷去 您辛苦 托付好了 引花南到堂上 太爷金智美 这等着等半天了 公伙大呀 为什么去的时候 就耽误公伙 可见回来了 兵太爷 菜市全带到了 签票交回来 都带着谁 元凶正范 就是这个 太平洋之调 包括的九星老母 何家大小 本家就这母子二人 生意都是他们家下人 全带来 门我已经给封了 随时咱们人去 能起当 好 你开始办的不错 你靠边吧 带质量 不带这老太 先带质量 太平洋之调 身配阻链 购奔堂口 大堂口 颤巍巍 这就要下跪 为什么 草民呢 您想 侠个也是 平头老百姓 竟然太爷能不跪吗 这是国家的王法呀 说草民之调 与太爷 免利免利免利 当堂撤刑 撤刑 金正美会 别看你侠口 哎 现在要问你的死罪 准之你不跑 我先优待你 来 赐座 草民有罪 太爷面前行赶坐 坐好讲话 坐坐 哈哈 你就是质量 不错 太爷 草民我就是质量 哦 这么大岁数 既然人称侠客 为什么要做这违法之师呢 质量不明 我身犯何律 是罪犯哪条 现在有人出手于你 不要等他在上堂支队了 你看看 堂下站的多少人 都是宜州的父老 演讲出来 于你演面上不好 更何况 你要是当堂不招 太爷我要动刑 你这么大的侠客 身受刑罚 那时节后悔就不 吃饭 你自己说的为好 质量气坏了 愣让我说 我说什么呀 这样 您说的这些 我一该不知 我也不知 我犯了什么罪了 什么人出手于我 攀扯于我 他告我 能让他上堂 跟我支队 哪年哪月 哪日我们俩人认识的 说的什么话 什么东西 窝的我们家的同伙 还有十人 我要跟他说 那一问就趴下 好 那治侠客 可就不愿奔赴 我不对了 带一把火 齐将会 吸了花扎 三大件靠着 二次游牢里边 把齐将会提出来 脚步两枪 勾奔 大堂口 一抬头 腰 治的哥 那说怎么治的哥 对呀 上堂 就有人冲着弩嘴 带他那灶班 就已经预备好了 别看木屋长相 谁都告诉你了 那怕你给认错了 别看那坐着大把金刀 就咬他 网过这么一嗓子 顺着肾拿手 一指一指 那意思就是他 一把火 齐将回头就明白了 别看咋的量呢 那意思过得就要扑 治的哥 就当太太过 里来 哎 喝这糖 别动 别动 乖乖乖乖乖乖 稀的哗啦 往这都迷跪 太爷一笑 大胆期待亏 你刚才指的这个人 他是谁 难道你认得他吗 不错呀 他就是太平侠之量 住的沃龙坡呀 未曾做案之嫌 我们在他们家 待多长时间呢 哎 我们吃了好几回饭 喝了好几回酒啊 治的哥 你为什么见死而不救 那些弟兄都到哪里了 好可怜我齐将回孤苦伶仃 一个人在牢里边受这份罪 咬牙切齿 说得情真意切 把太平侠气得根本不认得 海下阴然乱摆 手指齐将回 鼠辈你我 住口 你是谁呀 我何曾认识于你 堂上胡言乱语 叛彻好人 难道你不识志某之厉害吗 我可是太平侠 胡说今天我可要弄你 真是趁人呐 那俩眼一瞪 那是侠可不怒而自卫啊 齐战奎真有点害怕 可是有意见能活命啊 把牙一摇 把吸一横 脑袋一扑了 加呸 兴致的 准致你有这套说字 堂上你不能认我 对了 我这样你还能认我吗 你甭废话了 剩下都有神人 你跟太阅师说的便是 看见没有 我已经挨了打了 不说你也挨打 还有一节 我在你们家住着 我跟你们老太太都说的话 你们老太太我都见过 这还能有假吗 金志美一听 哦 不提这我还也忘了 还有九十老婆呢 齐战奎 不要多说 戴下 传字母 戴下老太太 人话难以瞧 金志美你要倒霉 这老太太班房正运气呢 你这问两句 你得听志亮说 你不让你戴下老太太 你那次老太太九十糊涂糊涂的 耳聋眼花 你这一问谁住您家 有这么回事 老太一胡子 可能有那么一回事 哎 听罪了 三言两语糊涂了 你可不知道这老太太多明白 到这 就好 藏下那么些人 老太跟你讲理 当面一骂你 你说九十岁人 你把他怎么着了 这是侠客 准有人保 一会大伙联名一保 当庞一放 你今儿晚上就悬 你华南信了明白 太爷带谁 带这个志亮的母亲 哎 您让带就带 好 志亮站起身 赢那意思要跟着 那堂上有王法的地方 就随便溜的还行呢 当柴火里来 哎 志强哥您放心 有我们头保的 您您这不能动 志亮跟着急 眼望堂口往下瞧 殷华南真不含糊 到班坊 先给老太行举礼 老太 太爷那请您的 甭废话 还请什么呀 都到这了 担不起你们这么一请字 我儿现在何处 在堂上跟匪盗对质呢 还对质 好糊涂糊的狗当官 老太的行说就站起来 用手一扒了 这尹华南 尹华南赶紧伸手相看 老太真扒了十了 他不动老太 自己能来个猎气 赶紧身心 老太您别动气 您别动气 我插您上堂 老太太插着 微微嘟里嘟嘟 脚不亮枪 够奔堂口 不上大堂 还则罢了 一上大堂 用手点指 正中而坐的脏官 金志美 狗脏官 我把你个 护物国害民的狗奸贼 气杀老生我了 老太太不要动气 上堂来 你就骂 接着不成啊 与老人家赐错 你儿犯法 与你无干 我儿什么法也没法 堂上堂下 这么些人听着呢 我儿安善良民 奉公守法 人称 喜牙克 皆因为少年之时 西学武艺 得一人之传授 皆因为有老身 我在世 他不愿做一 油方原子 这才回到家中 在我西前尽孝 哪一条 哪一罪 干犯国家之王法 今日竟然将我母子 带到堂上对质 狗脏官 你受了何人的贿赂 竟然要害我母子 真真真真 气杀老生老太太 说着这儿 就觉得头皮发麻 浑身不自在 眼前这么一黑 就是往这一尾 当差着过来 二母一探 鼻息可了巴的了 好可怜 智母是气死 当堂 当时是气绝身亡 质量没容过来 老太太这儿 已经两句话 骂完死了 当太太这儿 过来一探 脾气 太爷可了不得 老太太死了 嗝嗝孤登 这也死过去了 那还不吓死 质量就觉得 谈往上涌 眼前一黑 哭灯一下 就待在这儿 当时昏局 君志梅一瞧 把质量 定走收去 侠口 这会儿不弄 什么时候弄 早就安排好人了 不等尹化男 过来动手了 三大件 气着咔嚓一砸 全是家中的分量 搭起来 就往监牢里扔 所有志际下人 全关 志际下人 全单关着 因为这是中案 这儿是下签票 抄 抄他的价 起赃 那中有一人 单叫过来 金志梅儿一举句 要什么 就要那口刀 到他们家 先把那口刀给我拿来 进那堂 教太太 太的教少爷 尹化男知道 抄家 拦不住了 我也甭跟着去了 你们爱怎么 祸祸祸 我得看着这个活 单能把志爷 砸的三大件 扎到牢房 看起来 这儿老太太死 这尹化男也得管 尹化男一条 这不罪你 要了我亲命 赶紧让自己 手下心腹之人 把这老太太死 搭出去 送哪儿 家给掏了人家 都回不了 说回家停的不成啊 先找一庙 尹化男 找了一庙 把老太太先停在庙里头 不知道这场官司 怎么落案呢 尹化男着急没用啊 不表尹化男 单说如狼似虎的牙翼 可叫购奔至家 十八里 卧龙坡来得好快 倒着咋开门进去 这无搜那无找 那好找啊 单摆福哥呀 宝刀啊 龙丁金刀 就在那挂着 伸手就摘刀 不拿点什么 交就不下去 说是赃物 找一大箱子 随便扣点什么东西 爬一贴封条 这就是赃物 哎 这就为掩人耳目 实际就为这口刀 这口刀单拿着 你要尹化男的话 真不错 没怎么砸东西 把门重新带上十字封条 再贴一张 起回来 把脏起回来 这个赃物也甭验 连看都没看 先藏起来 收入国库 哎 登记造色 这口刀 账册上 这个登记本上也没有 也没写什么凶器 不写 太爷直接拿到后堂 交太太 宝刀拿来了 你儿子侠个了 把太太也抱不动了 这位知府夫人 让人拿这刀 给少爷送去吧 少爷可高兴了 少爷得宝刀 这才叫义满新族 这个案子 竟成定论 就有一把火 齐战魁 咬死了 就是质量 质量有招 把人逮到 完这案 质量无招 就在监牢里边关 这也还行过来 也出不去了 三大件都砸上了 那动不了啊 重刑犯 担家一人看着 说那么大侠子 六好几个哭 那也得哭了 他也得死 堂堂 还行过来 是套套了一下 因为一口刀 惹得 加败人亡 老母丧命 消息传出去 叶州城 沸沸扬扬 可就急坏了 老秀才 周敬臣 周敬臣 跟志月把兄弟 别看 就是读书人 什么能耐没有 真着急了 四处奔走 把这事打定清楚 一琢磨 好家伙 老伯母气死堂口 这事可大了 看钱不让进 花钱也不让进 不让看 到庙里头 瞧瞧老太这尸首 合上看得挺好 而且说了 大奔头下话了 周敬臣这才放点心 周敬臣一琢磨 找人联明吧 他是秀才 联明公保 先把质量给保出来 人命案的 甭提老太太得罚送啊 这也是于情于理的事情啊 到了学说 众秀的都知道这事 大伙是一分填膺 老秀的周敬臣说 我这已经拟好了一纸 否创 各位签字 到一签字的时候 谁都不签了 谁摊着那儿 跟谁作对啊 跟衙门知府 知府老爷作对 被驱寒冤 那也得冤着 谁敢联明公保啊 咬的不邪就完了 还有劝周敬臣呢 周老秀才啊 这事您办不得 怎么办不得 您要办 把大伙都害了 怎么 您怎么知道 这质量 不是匪首呢 啊 周敬臣一听 这不混蛋吧 我跟他几十年的朋友 我们把兄弟天天穿门去 他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哎 老秀才 这话不能这么说 知人知面 不知心 他表面 这是行侠作义的侠子 您知道外部交什么朋友啊 哈哈 要不这一把火 齐电回 别人不要担要他呢 那么到了庞上 他们老太太气死了 这倒情有可原 这是衙门做的不对 但是往外保这质量 我们可不敢保 您了解 我们不了解 这保状 我们不敢签 真有仗义之言 跟周敬臣一个性子的 不过也就是寥寥数人 这一只宝状 没吵过五个人去 全是穷秀才 打到堂口 太爷两件都没见 你秀才按说 有见太爷的资格 太爷称病不见 宝状不准 扔出来了 老秀才周敬臣 没辙了 回到家里边睡不着觉 练着三天 食水不下 再找谁也没用了 真想凭自己一股血性 拿着宝剑上堂那抹脖自杀去 以死相见 更没人搭救 我这好朋友之谅 加败人亡灭顶之灾 这个冤上哪身心 老秀的周敬臣 你一个人 在大街上 就围着衙门瞎转 也进不去 人也不让见 太爷也不见 找谁都没用 叫天不应 换地不灵 欲哭不来 一抬头一看 这有个酒铺 进来往酒铺里一坐 火机一瞧 老秀您要什么 喝酒 能喝多少 您要多少酒 喝酒 这言语不清了 人们您要多少 你就说喝酒 人一瞧 这老头子怎么意思 先给拿一壶吧 您吃什么菜 喝酒 神志已然 有点紊乱了 自珍自饮 也不要菜 火机都不敢给拿了 头一样 怕都喝多了 第二样 这有钱没钱呢 喝完一摸嘴 您就好像要袖子底子 一看脑袋上有公明 这么大岁 我们要追掉 这点酒铺不好看 喝一壶 不要我也不跟你上了 前二头喝 一壶酒 周敬臣喝的没事 那不成 那也见多 为什么 酒入愁肠啊 老头子三中酒 一下肚 眼泪下来了 坐在一个这 米点马这 咱们一哭 嘴里边刀刀念念 之亮 坐在这 自珍自着 咱们一哭 对面有人 打着进来 这人就瞅他 一看他坐这哭 这人站起来 往那跟家凑合 他这一边哭 一边说 自言自语 冤啊 老太太都酒食了 死得堂上了 我没能力救你啊 哎呦 喝这酒 这位一听 别哭了 哈哈 朋友 诺大的年纪 您还有公平 是个秀才吧 啊 他冤呢 我知他冤 他怎么冤 跟我说 你是干嘛的 你甭玩我干嘛的吧 有什么冤 你跟我说 来来来 把我那桌韭菜端过来 伙计过去 连酒带菜全端过来 这位往对脸一坐 超酒壶 先给周秀才 倒了一盅 又给自己倒一盅 端起这酒碗来 哎我说 老秀才 您喝完这口酒 稳住心神 慢慢跟我说 吃口菜 他的这个冤枉 你跟我说 没准我能管 老秀才稳住心神 三天呢 这眼都知不过 这火都起来了 他也顾不上洗脸呢 眼也花呀 斩了半天眼 才看清楚对面这人 一看 岁数可也不小了 年纪总在七旬上下 毫发童年 白头发白胡子 穿着阔绰 乐下配一口宝剑 往这一座微风凛凛 一股的正气 嗯 嗯嗯嗯嗯嗯 质量是侠客 侠客竟交侠客朋友 也没准这位 也是位侠客 得了 我跟您说吧 侠客 这位听乐 哦 有眼力啊 你别想说话糊涂糊涂 能快瞧出 我是侠客来了 您先把这口喝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一旅海下 殷然 这位 把酒干了 老秀子也把这口干了 吃口菜 嗯 我再吃一口 哈哈哈哈 三天没怎么着 你能吃东西了 这根侠客 一瞧瞧见 希望 这神志又恢复了 王爷甭管您什么侠客了 您认得不认得质量 他真冤呢 嗯 您竟说他冤不成 他到底怎么冤呢 你别看周静晨 到底识文段字 知道厉害 这不能够 忘乎所以 哎 那个 酒馆饭铺都贴着呢 莫谈国事 误论人非 哎 瞎说不成 现在衙门 得质量定的 这罪名太大 您这儿 愣说质量冤 那不成 压低了声音 瞧着旁边 没有什么人听 这才 跟这位说 跟这老匣子 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一遍 还得说是秀才 头脑子们一清除 这事说的还真圆圈 这位都听完了 点了点头 伙计 伙计过来了 老爷子 您二位还添点什么 问他 缺什么 要什么 问他 给他添饭 您吃饱了 喝足了 剩下的都 都打包 带回去 伸手拿钱 会酒饭账 这位站起来 用左手一笼 乐下的钢方 用右手一推 海下 映然 周先生 您说 从此时此刻起 这个事情 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回您的家 好好休息 没事了 质量这个事情 跟您 已然没有任何关系了 您跟我说完了 就行了 什么就行了 您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不能告诉你 您小事说 我也应当小事告诉您 可是您老人家 现在呀 这个头脑 我不放心 一会儿喝三中酒 您跟许嚷嚷出去 这么办吧 您就回家等信 就是了 多则二日 少则一天 也没准 就在今夜晚间 老夫 我还先生您 一个太平侠之量 也就是了 听完这句话 周敬臣 似有所悟 行了 有行侠 仗义之 有能为的人 愿意替太平侠之量出头 他用什么犯法 去解决这个事情 我不得而知 但是 但是丑这位 这岁数 这身份 信誓旦旦 敢跟自己 说这话 就错不了 痛快 老头子 心里边 这么一高兴 当夫三大白 您这酒饭账 接完了 有赋予 缺什么 您要 就都给完钱了 伙计 上菜上饭 吃 老秀的饭脸 还真不错 连吃再喝 再抬头 打正事 这位 走了 这位不知道 什么意义 走了 那老秀的 吃饱了 喝足了 你琢磨 这位说话 算数不算数 他让我回家等信 我等信去吧 吃饱了 喝足了 回到家中 在家里边坐着 净等信 你也说 这一等信 得等多长时间 对 这有明白人 老秀的等信 您各位受力 也得等信 可了不得了 老侠可这才要 大开杀戒 是节老反育 相救 太平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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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